肺炎疫情的衝擊 行政院研發 研你要發放振興券 不過藍雲則主張要發的是現金 不過對此前立委森大謙表示說 發振興券可能會因為鼓勵民眾消費 反而造成了大規模的群聚 違反了政府原本不斷呼籲防疫的政策 他還說看到民進黨內現在為了 振興券倍數喊價加碼 讓人很疑惑 都想問這究竟是一個幾倍蠢的政府呢 紓困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生活的困難 而不是為了振興國內的經濟 既然目標不一樣 那麼當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也不會一樣 所謂的紓困 其實是在解決人民短期的生活困難 台灣人民在第一波本土疫情來襲之後 360行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有的人失去了工作 有的人收入銳減 所以很多家庭日常的開銷都很難以支付 那麼包含像這個水電費 包含像房租 其實這些費用都是每一個家庭 在每個月的開銷裡頭很大的一筆支出 當家庭減少了收入 當然支出上就會面臨了困窘的一個狀況 那麼這也是為什麼紓困一定要做到 即時到位而且以普發現金的方式來處理 唯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讓人民的生活能夠度過難關 可是如果是要採取振興國內經濟的政策 當然就要發行所謂的振興券 振興券為了避免民眾去存款 或者是拿來支付其他日常的開銷 所以往往會做了一些相關的設計 然而振興券的目的是為了刺激消費 可是此時此刻政府不斷地在呼籲我們 要降級不解封 全民不要鬆懈 那麼如果你一旦用振興券來刺激消費 不就造成了另外一波的群聚的消費的行為嗎 那這跟我們目前的防疫作為 其實是完全違背的 如果我們看一下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的防疫經驗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實全世界各先進國家 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是 一方面用普發現金的方式 來解決人民短期生活的困難 然後另外一方面 加快疫苗施打的速度 讓國家很快地能夠達到群體免疫力 然後全面解封回歸正常生活 我想國際上所有的一些案例 皆是如此 可以作為台灣一個很好的借鏡 跟經驗的效法 那麼民進黨一直以為 振興券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所以一直沾沾自喜 洋洋得意 以為振興券就像是萬鈴丹一樣 可以治百病 但是事實上 有的時候用錯了藥方 反而會讓病情更嚴重 這就真的印證了另外一句話 就是政府太蠢的時候 人民就會很苦 要留在那裡 我會有些人的信用 ,說明,說明,說明 能量讓人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